我们趁这张幻灯片来说明一下 为什么染色体在不论是有失分裂 还是解策分裂都要排在细胞的正中央 也就是为什么分裂期都要包含了中期这一期 甚至中期很重要 整个分裂期前中后末 中期花的时间最长 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 我们先看有失分裂 有失分裂在中间排列的染色体 是以二分体的方式排列 它排列的时候 左边会有一个着色列 右边会有一个着色列 来连接纺锤丝 它必须要一边连左边 一边连右边 一边连左边 一边连右边 一边连左边 一定要这样子 那有没有可能刚好没有 有可能 比如说这个染色体只连到一边 另一边没有 会怎么样呢 它连好之后 纺锤丝会试拉一下 一拉 染色体全部被拉过来 它就会放手 怎么这么容易拉 代表我拉到你 但是对面没有拉好 这时候这边 它就会停下来 真的把它推回去 这边会重新再等它连回来 等到两边都连好了 好 准备拉拉看 一拉一拉 诶 其实这个张力 怎么没那么好拉 代表我拉到了 对面也拉到了 这个染色体两边都拉到了 这个染色体就可以盖张了 OK 这个染色体OK 接下来换下一个 也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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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速染色体全部两边都拉好 张力也适当的时候 都OK 此时才会一声立下 好我们准备好了 我们Ready了 Ready to go 一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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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拉 一声立下 一拉就断断断断断断断 全部往后拉 后期就马上发生 所以中期会很久 因为它准备好 都拉好了拉好了 然后突然间一声立下 就就就就就全部拉开 所以后期是个瞬间 但中期会很久 甚至如果你现在有机会上网去找 那个YouTube找 有时分裂或几度分裂的 缩时摄影 网络上很多 你会发现一件事 在它分裂过程 当然是缩时摄影 它有缩时 染色体会排到细胞中央 然后排到细胞中央之后呢 它会偶然有些往右 有些往左 有些往右 有些往左 它会动来动去 然后都一直不动作 都一直没有在分裂 都一直不动作 好突然间 缩了染色体 同时中心结断练 同时往后拉 中期会花很多时间 但是后期是瞬间就发生 也就是预备动作 要花很多时间 但是完成动作 是一刹那的事情 因为中期必须要去保 每一个染色体 两侧都拉到 也有可能是这样子 顺便画一个可能的状况 这边拉到了防律师 而这边呢 却拉到这边的防律师 有没有可能 这样一拉 整个染色体往左边拉过去 它就会放手 哎呀怎么会拉过来 不对不对 拉错了 这时候这边的防律师 可能会伸长 开回去 同时这边的防律师会分解 等另一边的防律师长过来 两边都拉到 然后四散张力是不是对等 张力对等 代表两边都拉到 此时才会一声令下 全部分裂 好 第一边都拉到这一边的 一拉全部拉过来 四分一拉过来 好赶快分解 分解 推过去 重新等另一边拉好 等到两边四均立体 才会一声令下 啪啪啪啪啪啪 全部一起分开 好 所以我强调一次 中期会花很多时间 ready好 然后后期是瞬间就完成 好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 因为这样做才可以让两个子细胞 均分所有的蓝色体 你看这里有 以有是非纤维力 为什么是二分体排中央 这我要提醒大家为什么 因为二分体是经过复制来的 所以这两个蓝色分体一模一样 再讲一次 这两个蓝色分体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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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一分为二的时候 一定是一个到这里 另外一个到另外一个子细胞 那这个一个到这里 另外一个到另外一个子细胞 所以这两个细胞获得蓝色体一模一样 怎么说 这个黑等于这个黑 这个黑等于这个黑 这个红等于这个红 会一直在推 为什么会同于会等于呢 因为二分体是一模一样的 二分体是复制来的 不像同样蓝色体 如果是同样蓝色体 它们其实不一样 一个来自于爸爸 一个来自于妈妈 当然不一样 但是复制来就会一样 所以用这样子的分裂方式 可以确保两个子细胞完全一样 连DNA序列都一模模一样 记得哦 有时分裂是为了copy 为了让蓝色体很久不变 所以它必须要这么设计 我们才能完整公平的均分 如果肩底没有排好就乱拉 就会造成有些蓝色体 全部跑到这边 有个蓝色体全部跑到这里 这个细胞少了黑色蓝色体 这个细胞少了蓝色蓝色体 蓝色的蓝色体全部都会死掉 蓝色以上的基因全部不见了 你这么多基因通知不见 必死无疑 那细胞都死了啊 好那第一次解析分裂呢 为什么是四分体的方式排列 因为它希望同源蓝色体分开 所以一个到A细胞 另一个到B细胞 那这两个细胞不就不一样了吗 因为这是蓝色蓝色体 这个是蓝色蓝色体 不一样啊 对啊 解析分裂就是要产生遗传变异啊 不一样才好啊 所以有次分裂追求蓝色体的不变 但是解析分裂追求是蓝色体的变化 重新组合 产生不同的遗传变异 好那第二次解析分裂才一分为二 第二次解析分裂就跟有四分裂一样 就没有改变了 好那如果今天的四分体没有排在细胞中央 那它乱拉就可能会拉错 所以为什么要排在中央 确保前面A细胞跟B细胞 两位的细胞拿到一样多的蓝色体 好像这样子的模式 我们生活中有什么类似的例子呢 有的 你们小时候会跟自己的兄弟姐妹吵架吗 这白痴问题 当然吵啊 甚至会打起来了 对不对 兄弟姐妹就是拿来吵架打架之用的 越吵越打感性越好啊 那你们小时候会不会抢零食 比如说啊今天叔叔伯伯来家里 各式发糖果饼干啊巧克力 结果可能你就生气了 为什么可拿比我多 为什么妹妹比他比我多 好为了公平 好我们来约定 大家过来把饼干全部拿出来 樱桃巧克力全部堆一堆 葡萄巧克力全部堆一堆 OLEO巧克力口味饼干全部堆一堆 牛奶口味饼干全部堆一堆 好那均分哦 假设是两兄弟姐妹两个人 好那个葡萄巧克力 你拿一个我拿一个 你拿一个我拿一个 你拿的跟我拿一样多 好第二个饼干你拿一个我拿一个 好看到没有 完全均分 那怎么均分 放在中央 而且大家看着 你拿一我就拿一 你拿二我就拿二 这样才公平啊 所以不论是有次分裂 还是角度分裂 就是为了让懒舌力 可以均分到两个子细胞 但是均分有分两种 一种是完全均分 要一模一样哦 就是饼干要拆开来 然后把一半 我要分到同一包饼干 你拿一半我拿一半 另外一包饼干你拿一半我拿一半 完全要一模一样 但另外一种是哎呀没关系啦 你拿葡萄巧克力 我就拿那个樱桃巧克力 反正一个黑是巧克力 另外黑是巧克力 口味可能不一样 但是我们拿到对等的东西 虽然这两个蓝色饼不一样 但你拿一我就拿一 所以虽然都是均分 那均分有分为 非常公平的均分 让两个子细胞完全一样 或者是数量上一样就好了啦 我拿爸爸蓝色饼一条 你拿爸爸蓝色饼一条 反正有拿到就好了 然后产生了变化 这就是遗传变异了 好以上是用这个图解释 为什么要让蓝色饼排在细胞中央 而且有失分裂是二分体 解释分裂 由于是第一次解释分裂 是四分体排在细胞 为什么要排在细胞 为什么要有中企 为了均分 好以上是蓝色饼排在细胞中央的理由